购买家电的时候,大家往往都会非常注重品牌,毕竟口碑在那里,质量自然不用多说。 以往我们在聊起日本的家具电器的时候,最先想到的往往就是马桶或者索尼相机之类的,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其他家电就不怎样。 近日在中国上海举办的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上,日本的展商就向我们展示起最新研制的油烟机,售价高达13800元,这款油烟机为啥卖这么贵呢? 这款日本油烟机有三个亮点,首先就是它的生产商,来自日本富士工业注视会社。 据说,这个生产商在日本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,制作工业都是值得信赖的,而这个油烟机也一样,制作材料都是从日本原装进口。 其次,这是本次AWE展会上的明星产品,有致敬魔术之称,因为它能够将吸入的油烟分类为油和烟,然后再排放出去。 这样一来,油烟机的内部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油烟弄脏。 最后一点,也是中国市场上的油烟机不具备的一点。 这款油烟机表面被涂上了一种特殊的清水涂层,不仅不容易被污染,而且还方便清洗。 不少人看到这款油烟机的外观后,对油烟机的吸力产生了怀疑。 不过,工作人员表示,油烟机上的整流板非但不会影响它的吸力,反而还会使得油烟更集中,更容易被吸走排放。 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优点,这款油烟机获得了爱普兰创新奖,当然这并不代表这款油烟机就没有缺点。 它的最大也是许多人最终放弃购买的缺点,就是它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。 换做是你,你会购买吗?